大家好,我是Bill 想利用第一节的视频讲一讲 为什么做这个视频系列吧 这个视频系列主要是关于飞突优化的 如果大家想直接看干货的可以跳到P2 我是一个在读PhD 因为主会的原因呢 大家其实都会轮流汇报下自己的 就是分享自己的知识 我分享内容主要就是关于飞突优化的方面的知识 后来想一想干脆就把它做认真一些 做成一个系列视频吧 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回看 同时的话这样做成一个视频系列视频的话 分享面也会更大一点 大家就都可以分享这个知识 说实话如果大家自己看书的话 可能时间会花费比较久 同时的话有些地方后多或少也不太容易理解 所以我在视频里面就尽量提出了一些冗长的描述 挑出比较核心的内容吧 加入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和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 定位的话 飞突优化方面的视频 中文的视频好像不太多 所以在这个视频的定位方向 我希望做一个大概五分钟左右 讲一个飞突优化的知识点 其实自己的体会也知道太长的视频 可能大家不愿意看 短视频的话能提升成就感 因为你刷了一个又一个视频 就会有一个像刷集的感觉 虽然集数会有提 会变多吧 但是能够提升成就感也是很有很有益处 所以而且而且很重要一点也是比较方便自己准备 对质量也会有保证一些 希望自己能够用比较简单的解释 让大家看明白一些复杂的原理 因为这个视频主要是个人分享 所以我尽自己的努力力求正确 但是如果有不太正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指正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